6.宋美玲的另一个侧面 蒋介石与宋美玲两人追求的都是完美无缺的婚姻 但这种婚姻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 这一点谁都无法保认 正因为蒋介石娶了宋美玲这样的出身非同一般的女人 她才能够成为一名改写中国历史的人 因此夫人称为她处理国内外日常事务的得力助手是可以理解的 应该说宋美玲在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及抗日战争中积极争取美国援助等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 她接受过西方教育思想开明作风民主 是一个很喜欢权力的女强人 她热衷于妇女儿童事业 因为她是基督徒 对宗教事务很关心 在成为蒋介石夫人后 她的政治立场始终与蒋介石是保持一致的 据她身边的人回忆 宋美玲文化教养高 平易近人 在人们面前没有交金之气 和她谈话也没有什么拘谨感 她随蒋介石出发 在外地他们所住的房子一般是三间 包括卧室 办公室 秘书室 在家里也经常与蒋介石一起吃饭 她喜欢吃烤鸡猪排 蒋介石则喜欢吃肉丝咸菜汤 干菜烤肉 侍从人员对蒋介石称先生 对宋美玲称夫人 都不带性 不带官嫌 宋美玲也有私人秘书 女秘书的能力和学识素质都好 但其貌不扬 1933年的女秘书叫钱用和 三十多岁 嘴唇动过手术还看得出 后调到中山门外贵族学校当校务主任 后来换了一个身体健壮 穿着时髦 但一只眼睛有毛病的女秘书 随后又换成一个男秘书 叫吉兆鹏 广东人四十多岁 秃顶带着妻子 是宋子文介绍的 专做与美国教会华侨方面的通讯交流工作 包括宣传和捐赠救济事宜 宋氏三姐妹都热衷于这些工作 他们相互联系 经常共同商讨 感情非常融洽 宋美龄对蒋介石的日常生活有很大影响 午休时间 均由内务人员放流声机 片子全是小提琴独奏曲 由宋美龄亲自选好放在河内 宋美龄在上海有一栋陪嫁来的房子 正房约四开间 纵身很长 楼下有一个大客厅 能容纳四五十人 这栋房子从前是外国人的花园洋房 是宋家买过来的 在上海并不算是最好的 这个花园面积不大 但景色宜人 一条小溪行灌过草坪 两侧有许多小石块 室内布置给人印象最深的是 八大仙人画的 春夏秋冬四季花鸟条幅 意境逼真 这栋房子 他们夫妇总共住过六七次 最长一次也住不上两个月 无论蒋介石去南昌 重庆昆明贵阳 宋美龄总是跟在身边的 有时不去就单独的在这里住一个时期 抗战前他们夫妇曾住在中央军校校长公馆 楼下有客厅 饭厅 秘书室 副官室 还有一个小会客室 宋美龄对陪下来的这个公馆并不满意 后来他看上了中山门外小红山的一片空地 这里树木参天四周很空旷 他计划在这里建一栋西式楼房长期居 从这里朝东北方向 渴望见中山陵 正北方能看到明孝陵 他将建房任务交给南京市公务局长赵志游 设计大师陈品善设计了多种建筑图案 请宋美龄提修改意见 就室内装饰 浴室颜色等细节问题 就进行了多次拆建 阳台也修整过好多次 这一栋房子长期不能竣工 抗战前夕只好停止建筑 抗战胜利后才完工 后来随着时代的变化 宋美龄把他改做耶稣教堂 每逢礼拜日准时和蒋介石一起来做礼拜 1934年在庐山观音桥旁 江西省主席熊世辉为他们盖了三间小木屋 坐在门前的水泥平台上 能够听到泉水的叮咚声 远眺也能看到吴老峰的熊子 但他们只在这里住了几天就废置了 后来又在庐山买了一栋外国人的旧房子 即库岭路十二号 这栋房子一山傍水 门前低 后面建高 有个大平台 他们常常围坐在这里打桥牌 谈天 抗战时期 他们夫妇在重庆南岸黄山 有一栋别墅 还为宋庆灵就近修了一栋别墅 姐妹俩来往较多 宋美龄对待平民百姓是比较友善的 富有同情心 抗战初期 他看到被日记杀死的孩子时 曾情不自禁的流下热泪 他对待下级官员比较宽容 曾陪历史社的青年军官跳舞 有时他对下级的军官的轻浮之举 也能原谅 处之泰然 如军校蒙修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949年8月16日 美国艺术家协会公布了一条消息 宋美龄当选为全世界十大美人 并名列榜首 据美国艺术家协会 秘书长科纳宣称 此项选举 戏由会员投票产生 美人遍布世界各地 宋美龄之笔与面部其他各协调匀称 乃世界最美之笔 名列十大美人榜首 名列其后的有 杜鲁门总统的公主 她的耳朵最美 英国 玛格丽特公主的眼睛最美 温莎公爵夫人的额头最美 美国电影明星 伊索利斯的大腿最美 美国电影明星 列达布克夫的嘴唇最美 美国电影明星 连达丹妮的小腿最美 意大利女影星 阿丽达玛丽的臀部最美 意大利电影皇后秀娜 洛罗伯利基达的 鲁房最美 埃及舞蹈明星 塔赫亚的腰最美 蒋介石得知自己的夫人 名列全世界十大美人之首后 格外激动 她认为 当初休戚前妻小妾 再举宋美龄是英明的 发现宋美龄真正具有超凡 脱俗之美的除蒋介石外 就得算韩成烈 蒋介石当初选择宋美龄 除欣赏她的常识气质外 更多的看重的是她的家庭背景 而韩成烈对宋美龄的爱慕 完全是从人体美这个角度出发的 那是1931年7月的一天 黄埔军校第十三期学员即将毕业 当时任校长的蒋介石 带着夫人宋美龄到军校视察 在看过学员各种战术指挥考核后 蒋介石和夫人在教官的簇拥下 走下看台 来到学员中间 宋美龄身穿无袖的墨绿色软段旗袍 肩皮一块雪白沙巾 软段旗袍柔和贴身 恰到好处的把她那突凹分明的身段全展现出来了 她看上去很美 风乳肥臀 气腰柔臂 漂亮大腿 穿了一双高跟鞋 走起路来 风情万种 楚楚动人 这些军人成天在训练场上 操枪操炮 成天与男人打交道 很少见到女人 别说性感漂亮的女人了 她的出现成了一道亮丽风景 这些压抑着情感的青年军人将目光全投在她身上 她高贵 她性感 她迷人 这时学员都争着与她握手 握手 是一种西文礼节 这也是她最能接受的事 但她没有料到 有一个青年军官在握手之机 抓住她的手 在众目回馈之下 抚摸了好几下 这种爱慕之情的表达方式是太过火 她当时也怕了 羞得不敢正眼看那个青年 蒋介石看到了 也深感吃惊 事后她派人把那个色胆包天的学员抓起来 并交给宋美龄处理 那个学员被带到宋美龄面前 宋美龄发现 这个胆大傍为的学员形象很好 眉心目秀 身材魁北 英俊潇洒 明亮的大眼睛 炯炯有神 美女见了俊男 她的心马上就软了 她心平气和的问 你叫什么名字 那学员举手敬礼 报告夫人 学士 韩成烈 宋美龄问 你为什么要当场羞辱我 韩成烈说 学生不敢 宋美龄抬起胳膊说 我这又不是钢琴 你为什么要在上面弹一下呢 韩成烈说 夫人 我失态了 但我发现 你发现了什么 韩成烈望着她说 我发现夫人的确是太迷人了 简直像圣母一般 所以我就抑制不住 宋美龄笑了 她说 你这是胡说吧 韩成烈说 这是真心话呀 我若有半句假话 您可以打断我的腿 宋美龄说 我不会打断你的腿 我有那么恶毒 你今年多大 二十三岁 你读过圣经 读过 我系上帝 宋美龄转怒为喜说 你坐下吧 我今天就不是你的罪了 世界上有许多罪 唯独没有崇拜罪 韩成烈说 谢谢夫人 宋美龄说 你是读过圣经的人 不要谢我 应该感谢上帝 这就是宋美龄的唯人 他没有治韩成烈的罪 后来反而咒用他 韩成烈毕业后 当上了大卫营长 年后提升为少将师长 抗战时期 宋美龄突然想到了这个美男 便通过关系 将他调到国防部机关工作 后有调到自己身边 委任他为办公室主任 军衔为中将 关于这件事 知情者不多 后来他们的关系如何呢 没有人敢评说了 您敢评估 没有人敢评估